马龙半决赛对手是北京队的队友王楚清 彼此对对方的球路非常熟悉 在不久前结束的国平奥运模拟赛团体赛上 马龙曾以3比1战胜过王楚清 本场比赛两人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前两局双方各胜一局 第三局马龙以11比7获胜 第四局马龙在8比10落后的情况下连得4分 以12比10逆转取胜 其实也没想太多 当时8比6其实自己是领先 几个球对方打得也非常好 然后4比8还是希望自己能够静些心来 一分一分去角 因为毕竟是关键分 谁都有可能犯错误 拿下第四局后 马龙在心理上占据优势 第五局没有退路的王楚清拼劲十足 以11比6扳回一局 第六局马龙以6比0开局 尽管王楚清努力追赶 但最终马龙利用落点的变化以11比6拿下 这样马龙就以总比分4比2战胜王楚清 晋级男单决赛 其实这场确实从场面上自己也并不是上风球 更多的还是就是大家都是在这种关键分上 看谁能够把握住机会吧 今天自己这方面可能做的比对手要好一点 樊振东半决赛的对手是梁静坤 在国平奥运模拟赛上 樊振东以2比4输给了梁静坤 因此本场樊振东也做好了困难的准备 比赛一开始 梁静坤进入状态较快 利用强大的正手火力 以11比5先下一局 第二局梁静坤以9比5领先 这时樊振东开始发力 并以13比11扳回一局 前面可能自己的无微失误太多了吧 比赛也没有打起来 也跟自己如果是发挥的不好 跟自己这种准备的 就根本就没法往自己这种准备里面 去想象的更一致吧 所以我觉得5比9落后的时候 还是不要放弃吧 首先是能咬一分试一分 然后自己两个发球赢下来以后 可能接发球里面 那两个球也是比较搏杀一点吧 追到10比9领先了 又发了又犯了一个错误 然后时评 包括后面也是11比10落后的时候 梁静坤也是有个机会没拉着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第二局赢的 还是非常侥幸的吧 第三局 樊振东又是3比6落后 通过落点变化 以11比8逆转 随后的第四和第五局 樊振东更加投入 而梁静坤则失误较多 樊振东以14比12 11比4再下两局 总比分4比1 战胜梁静坤晋级男单决赛 今晚8点 樊振东将与马龙争夺 本次全国锦标赛男单冠军 晚上比赛 首先还是把自己的这种状态 包括在场上这种流畅 或者是进入状态的这种速度要提升 因为确实这几场打的还是上来都是落后 都是比较胶着皱皱巴巴的 所以我觉得晚上 然后把自己先准备好 然后再去根据对手 我再去做一些准备吧 就这样做了 然后再去根据对手 我再去根据对手 就这样做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